罗廷偉我摸你摸到有存在 我跟你說 罗廷偉就是小草 標準的草 搖得過來 搖得過去 罗廷偉是太陽花世代 罗廷偉是太陽花世代的時候 他人又是台中 他老爸睡著 叫老羅流肉麵 他叫小羅 他在太陽花世代的時候 他老爸在流肉麵店 搭了一個牌子 你只要出示太陽花運動 318 學運 你只要出現那個 任何照片啊 什麼 什麼你去客戶回來的文宣 現在他都扮著 之後 林家庭做市長 我們有成立一個青年議會 台中市青年議會 台中市青年議會去台中市議會 每次臭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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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 選議長做一次 想要選議員 要選議員來找民進黨 民進黨選五個 民進黨拿名三個 老者 國民黨兩個 都沒了 民進黨那三個不可能要 到時候他去挖國民黨 過年都去找時代力量 所以全台中都知道的事情 到時候進去國民黨後 就對盧秀燕了 他要對盧秀燕 盧秀燕不管走到天涼海角 台中市任何角落 他就站到盧秀燕那邊 然後說那些是誰 都說那是人家的 所以他培養了一個個性就是說 投機 投機 然後跟著盧秀燕 盧秀燕也是這樣 盧秀燕表面叫你很好喔 但是盧秀燕做那些政治上的那些動作 比誰都狠 可是他表面這樣看起來和和氣氣 盧秀燕 盧秀燕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盧秀燕你進行 應該是四五月吧 你離婚宜燕前 國會擴充 國會改革那一陣有沒有 有一個兵頭 他走來那裡 你像我記得 你剛才叫佛君子 兩個都在幹 柯總也在幹 就是後面那個問題 你不知道在說什麼 說比較貼心 大家要怎麼拒掉 像說一個年輕人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好 為什麼會把你沾下去 對 回家這個畫面 你看 你看 大家講話講得好好的 都還在笑 樓廳給出來 來 好 好 跟馬副君子說 不要啦 不要 不要 副君子又把那個樓廳給撒走 好 為什麼特別舉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對台中人的衝擊很大 你可能不知道 這個畫面對台中人衝擊很大 羅廷偉在選機 一直對本舍車 每天對本舍車 沒有本舍車的時候騎腳下車 騎腳下車要不要插一機機 都在街頭上 軟軟軟軟軟軟 姐姐好 媽媽好 阿姨好 叔叔好 哥哥好 看人很好耶 看人家這樣鞠躬 看到本舍車 對本舍車 看人家坐這本舍放肩 這時候我幫你倒 幫你倒 立正上游 一直撞 一直撞就對了 撞到尾 大家都說這小孩很乖 羅廷偉 今年34歲而已 他很乖 他剛才看到那個畫面 他這樣很乖 所以跟你說 這個畫面對台中人衝擊多大 他地方的形象是很乖 他所有的臉書 都是親子畫面 都是辦親子活動 小朋友的圖書 小朋友的遊戲 都在辦這個就對了 所以他在台中 就是一個奶爸 結果來台北 你也要摸這齣 所以台中人覺得 這羅廷偉來台北學壞 你們台北都這樣摸這個 有的沒有的 就學壞了 之後他被人家發動罷免 發動罷免之後 你看他輸告 都沒有聽到他的新聞 比多乖 這個電影都很乖 所以這次 這個要通過這個議長 他成事委員 他去他他也知道 他如果叫國民黨 再騎這位 大家又要罷免 而且這台台中捷運 南線 九年通過 今年會變 要擔任的醫生 那算是新興計畫 對 新的 這條如果抖 台中捷運 南線就再延遲 他的選戶 這條捷運 他的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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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選戶 這如果抖下去 全軍都把我抖下去 所以你就知道 羅聽尾有多指數 他沒有跟其他人說 他就抖下去了 他就抖下去了 讓他們說 大家都要抖 只有我羅聽尾沒有 所以你們民進黨 不能罵我 因為我沒有抖 他的病的是這齣 就抖下去了 雖然你是這個 李煥宜看這個 政治人物來來去去 年輕人也有 老人也有 羅聽尾 你覺得很怕 嚇一人說 羅聽尾很乖 所以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地方 一個電視頂上 叫他這條 一個臉書頂上 到時候又出來 王宏偉 叫羅志強 把他帶出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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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他又說 他要做勇敢的國民黨 不怕利盈 這樣就對了 你看這種政治人物 想要通吃 到我的效果 我本來是想說 你在說他在地下 這樣認真 我不用說他這個 叫做勵爭喪猶 但是我給他看一看 如果這樣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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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做毫無價值 政治叫做毫無價值 你就不曉得 你的方向要往哪裡去 羅廷偉我來講 就比較準 我比較沒有在黑白人 批評董事 但是因為我沒辦法 我說他都沒辦法 就是說這個 年輕人 很奇怪 那時候剛才 大家在唱議場 要記得嗎 大家白堆 就 7點到晚 大家都去賣 他就負責在那裡 他就去賣 我問他 那年輕人 你賣五分鐘 他就開始 王定宇還在那裡 他說 他在唱王定宇 他一起吊 他唱歌很醜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是沒有困難 那家人本來我才來 你知道嗎 他說 你要唱歌 你不去跟他唱 你要唱王定宇 你唱王定宇也沒關係 你唱我過 你跟他唱到 後來 邱亦營來 他也會賣 邱亦營也賣 說年輕人 我要走進去了 你不走 你要走就沒有 你不要在那裡動路 不然我就不要說了 不然我就不要說了 好 我就頂學中 好 來 跟陳龍路 就大家一趟混戰 那天就去電視黑白說了 我總是想給我偷襲 我剛才說 你不要黑白說 我怎麼會偷襲 我是為你的臉自己拾下去 我怎麼會偷襲 我們兩個臉對面 我是要怎麼偷襲人 他說我打好 我怎麼會打好 你也這樣 他在我的臉前 我現在就跟政黨協商 沒有 先跟韓國瑜說 韓國瑜說 韓國瑜說 兄弟 他媽的你真的幹他 我就說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子你覺得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樣 韓國瑜就點點 點點 不說的 還沒 然後我就去 我們山長都在那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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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廠的後邊 就在那裡 門路開開 我知道那很多攝影機 我兩個在那裡開工 我跟郭君子說 小佑 那是要亂六個 我們給我一個時間 說你要亂六個 他就說今天你很難做 你怎麼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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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這個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我就跟小佑說 小佑 你年輕人現在是怎樣 他就 小佑就去旁邊 我 我知道很有攝影機 我說你再來 你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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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邊拖 我就沒說 小佑就送他旁邊 所以因為我過去沒有認識他 沒有認識他 沒有認識他 所以你在說這個 你說那些乖 真的 這是太陽花 這是青年議長 劉秀燕 但是他一直在那裡 都在那裡笑 抗爭的時候就笑了 我就覺得 這個怪怪 這個年輕人 怎麼怪怪 一隻這樣 一隻這樣 他那個人在唱歌 他唱得很低音 等一下 我唱得那麼高 反差很大 所以這個鏡頭 你說在那裡 在唱歌 實在是 這有像那個宮廟 人家在宮廟都有一個奇心 大家就說 今天在祭公的三太祖 起到那裡 要進廟的時候 會起棚起來 他就想在路邊站著 那裡看 看了一半之後 我講起來 阿爸不是這間廟 他自己講起來 這樣講起來 不是 我阿嬤就是說 那是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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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拍照 他拍照 做入社的時候 我會學生魚 所以我都要叫小虎 對 他又說 他跟我的老婆 你叫小虎 還在那裡 他就這樣 站在路裡 他怎麼那麼 那是屁股 他又說 你這個 你也是 攝影機最多 對 我就往後退 我說我比較聰明 我沒有興趣 我說你來 你過來 你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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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武朗中間 你不講你怎麼這樣 這個不好 這個真的不好 就是說跟他維持的形象 你像我的形象不太好 我叫做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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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跟老闆性的 比較直接 因為小黃你認識我20幾年 對啊 你叫我改 我要改怎樣 你也沒在說文園文的 我沒有啦 我沒在說那啦 我的意思是 我這樣 你要叫我變 我幾歲了 你要叫我改 我要改怎樣 我又不叫你錢 我是怎麼改 不是這樣說 你這人有一個行 是嘛 所以這個就讓我覺得 反差就太大了 我有一個人笑他這樣笑 你會覺得你怎麼變這樣 你是不是 他這樣之後 蔡正元不太難聽了 蔡正元說這個 漢奸 政客 背骨 這都是他的行動詞 江和師傅說這死了 這政治生命死亡 有人說羅廷偉政治生命 死於2024年2月1號 終於2024年9月20幾號 德年 兩百多天 對兩百多天 他為什麼要抓狂音啊 因為他選機選到要剩幾個位 柯文哲 對 幫他落一堆農營團 很嚴重 他說民眾要支持他 因為他的選區 雖然我說他的選區很特別 他的選區叫中西東南區 對 選一個立委叫黃國書 黃國書頭前的立委叫做林賈郎 那是綠營在台中市 最選的這區 是 火車頭的頭一堂 老區 對 中正路啦 現在叫台灣大道 那些都跟老的社區就對了 所以喔 他擠要可以選到是不簡單 所以 他這隊吃選的票 吃時代力量的票 這當然是林家良的時代做議長 這有一點潛力的 覺得這個少年不錯 這是哪的啊 盧秀營 盧秀營也挺他 總之耶 他這道總之學 小房你看這個 他這整盤 所以我會說黑白這裡會流塞 對 這種在政治上這種整盤 都想要的人 結果被整盤 每個人都攻擊他的時候 他沒有贊成 大家問說你為什麼不贊成 國平黨問他為什麼不贊成 他沒有反對 綠營的支持者說你為什麼沒有反對 然後你棄權 棄權大家說派你去你去棄權 那你就不要去啊 你去坐在那裡做什麼 你為什麼還棄權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們小時候都念過一個一所預言 就是那個蝙蝠以為自己是鳥 或者是以為自己是哺乳類 那到最後他什麼都不是 其實我們看到羅庭偉就是這樣 因為他的出生是來自於太陽花學運 他是非常清新當時年輕 而且他今年才34歲 所以他在上次選立委的時候 就很多台中市民 你知道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喜歡年輕人覺得 就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所以就算他當時是插 郭敏東的旗子 也覺得說這個應該沒關係 年輕人給他一個機會 溫和啦 溫和啦 然後又會幫忙倒垃圾對不對 整天都要來 你走都有看到他 還有阿伯阿正都會這樣叫 所以他其實是很多的 民進黨的傳統的支持者 會覺得說要給他一個機會 那個是他當選的 因為在中西東南區 其中是其實比較 台中比較偏綠的地方 然後他因為他又藍營 藍營其實在過去中西東南區 一直選不上立委 然後所以覺得說 這個有一個年輕人 好不容易 因為國民黨是一個 非常老的一個政黨 年輕人的支持率是非常低的 有一個年輕人 要拿國民黨的旗子出來 我也願意支持他 可是他當時跟民進黨 應該是推江兆國對不對 也是相對年輕的 而且他也是在地的這個議員 他這個 他當時他們兩個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競爭很激烈 所以最後用到的就是柯文哲 在選前的那一個錄影帶 讓很多當時叫中間選民 事實上我們現在回頭看 就是一群 就是也不要藍 也不要綠的一群 可能對於台灣未來發展 比較沒有想法的一群人 我不願意稱他們是中間選民 那他們就覺得說 那既然柯文哲來了 我是草啊 那我就挺 要支持 對 我就挺羅聽偉 所以如果沒有 柯文哲的那個影片的話 老實講 羅聽偉不會贏江兆國 對 對 那在中西東南區 可能還是會由黃國書 當時拉拔出來的江兆國 還會繼續當任立委 所以他這樣子 簡直是他算計太多 他為什麼算計太多 他覺得說反正 這次的這個預算退回 差我一票也不會差對不對 反正也一定會被退回 我不舉手 我搞不好還可以回頭 像以前一樣 我在拉一些綠營 跟那個綠營講說 你看我當時我就沒有支持退回 那所以那個 你們以後還要支持我 他每一個都包牌 他學柯文哲一樣 學民眾黨一樣 每一個都包牌 但是現在大家看清楚 也囉嗦了 我覺得他真的是 在這個中西東南區 真的沒有未來 那特別是江和樹 你的好朋友 這個叫River and Tree River and Tree 江和樹 對 對 他自己 他昨天嘛 終於上電視節目了 他上三立的節目 他沒有講到這個羅廷偉 但是他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把羅廷偉罵了一頓 我覺得這個在在的 因為現在本來民眾黨就已經 小草已經很多都已經跑掉了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他以後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 羅廷偉不是退出這個程序委員會嗎 然後他說不願意表態 然後做勇敢的國民黨 你知道他回地方是會怎麼講嗎 他說我沒有黨預算 對 然後他是被霸凌 不是 我沒有黨預算 我表態很清楚 你不要說我有黨預算 地方的預算建設設福經會 我都沒有黨 台北那個都是政黨鬥爭 都是綠色的 綠營在鬥爭我們 對 在霸凌我們 所以我們不要再談政治了 我們地方就講地方 我們就地方的建設 我來服務大家 然後我關心的就是小朋友就是老人 所以台北那些紛紛擾擾 這種程序委員會我就不參加了 假不來 假不來 怎麼說假不來 他一定要再上三 他還是要表態 他也是會再反對 來 羅庭委老闆家跟你說 你走不去 你走不去 這條你走不去 你當作這樣 大家都不會關心你 你看他百幾個立委 那幾個會去關心嗎 這幾個算是台中算出來 台中算出來很怕 而且大家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有一陣子 青鳥行動的時候 各地串聯就是要罷免 其實羅庭委是在台中 那幾個 羅庭委 廖偉翔 對 他那個人數最多的 因為他們贏的都不多 對 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投票圖全集 對 還有 最像投票六個立委 那六個立委都屬於 還有紐許婷 對 那都屬於屬於 小方他這個多嚴重 你譬如說 國民黨現在告訴他 讓他退出程序委員會 這局是說你騎會了 就是說 哇 你這跟民進黨 來放進我們國民黨 你這樣騎會了 你不要打成序委員會 我們現在是什麼 安機比到成序委員會 國民黨就 退 退 兩岸人民關係來 退 什麼新的法蘭機比都要退 現在跟民眾黨加起來 就算他們比較多人 所以我才不可以說 我說成序委員會後 你心裡算耶 那不就成序完備 符合意識規則 就要復合後上一國委員會 大家來刪碼 你要延審就沒關係 大家說到你 這不是 賣賣的 我浪費你這麼多 心裡說我還好